- 為了讓埔里的社區以及團體有展現了舞台 並且藉此推動埔里藝術氣息 埔里政公所辦理埔里藝術饗宴活動 主任秘書劉正道表示 這場活動已經是第三次來辦理 前兩年因為疫情停辦 這次的活動也讓社區充分展現他們的熱情 也讓長輩們能夠拿出平時練習的成果 並且鼓勵更多人能夠來加入社區 我們埔里政公所每年辦的藝術講宴 是提供一個平台 讓我們社區的舞蹈班 老人活動中心的舞蹈班 能有一個平台來展現他們平常所練習的成果 希望藉此活動能帶動我們埔里的藝術氣息 縣議員舒一辰感謝埔里政公所辦理埔里藝術饗宴活動 讓社區的婆婆媽媽們有一個表現的舞台 並且感謝埔里的社區一起來共襄盛舉 把平時的成果展現出來 感謝埔里政公所來辦藝術饗宴 讓我們婆婆媽媽和社區的婆婆媽媽 可以來參加這個活動 來表演這個活動 也鼓勵大家是大人可以來享受 共襄勝出 也感謝頂頂的用心來辦這個活動 縣議員林芳瑜表示 看到每個社區精彩的表演 也看到社區平時努力的成果 也希望藝術饗宴活動 能夠每年來辦理 讓埔里的社區藉由藝術饗宴活動 展現社區的熱情與活力 在一出又一出的精彩節目的展現 可以看得到他們平常努力的一個成果 我覺得相當的不錯 尤其是在小週末的時候 能夠讓在地的民眾有一個悠閒的夜晚 到這裡做一個藝術的饗宴 這個活動可以長長久久的推動下去 副議長潘映選肯定埔里鎮公所 辦理埔里藝術饗宴連展活動 讓埔里鎮各社區都有展現自己的機會 也希望這樣的活動能夠持續來辦理 並且鼓勵更多長輩加入社區 讓退休生活更加豐富精彩 藉著成為一埔里採訪報導